講到這個,跟簡報內容專輯相關的問題,尤其是在內容製作上 首先,我們先問一下老師,請問你們做簡報的時候,這是怎麼做?一月一月做 這麼多,這麼快 一月一月做很慢 有沒有什麼比較好的幫忙 有個比較快的,我先問一下老師,你在做簡報的過程,你是先收集資料好,在做簡報還是邊做簡報邊收集資料? 你如果是走到橋頭自然子,邊走邊收集的,那你就一夜一夜慢慢做,那個不反對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的做法是什麼? 你是要先把你的架構先講好,也許你在握得面是先整理好 我要做什麼內容,我才放進去 所以這個時候,民眾做開通的也是一樣 假如你有在握得面整理好一個東西,你可以用所謂的大方模式 在握得也有大方模式,老師有問過嗎? 你不用大方模式,假如你不用大方模式,也沒有關係 因為如果老師以後對研究所有興趣的 碩士的話,一定要學論文 寫論文就一定要有一個論文的寫作技巧 但是我們在簡報也可以用 為什麼?因為今天握得面整理好了 我們可以搭配它的,這個叫做結成工具 握得面也有 好,握得面當然也少不掉 也就是說你先把我的內容,大方先整理好了 我就直接握在我們的Intellus或握得面 你的頁面就全部都做好了 給大方都全部做好了 請問我們在簡報面,你應該會上那個很詳細的內容資料吧 那個部分資料有來資料講解的 所以你就一定要補充的 所以你在簡報面只是上大方 那你透過這樣的方式就可以很輕鬆的 很快把你的簡報先撐出一部分的內容來 那了解這樣的概念之後,我們先來看 我有幫老師準備 這個 你看這裡有沒有一個 這個,我還特別說講個版本 因為講這個老師如果有用Inplay 那個Write的話 Write就是我們Word 好,OpenOffice裡面的 那,如果你們用的是我的 也沒關係,反正我把它給各位來去看一下 很簡單的一秒 我就把我們今天的那些簡報的課程 我就試試放到裡面的 對不對,大方 有大標 小標 對不對 四標題 那今天呢,我把這些內容 我先把它怎麼樣 把它複製起來 好,我們就可以拿進去裡面用 拿到這邊 那你可以直接,你看 這裡有沒有一個叫大方模式 大方模式 你又要轉圍 咦,世界進來了 好,那你可以從這邊 在那個taple裡面是可以有 直接配入的功能 但是我們這邊沒有 我們這邊是需要直接做 不過呢 我發現字型不好看 字型很可怕 OK 那當然你這邊你可以繼續選擇 是因為我們剛剛在這個母片裡面設的 那個大小,對不對 好 但是我這樣放進來之後呢 你看 完蛋了 怎麼都變這樣有沒有 欸,我連上面那個都跑進來了 好像扣太多了 好,你可以像這樣子 今天如果這個是你的大標題 你就留著 可是如果我知道我的次標 怎麼辦 你知道這邊的時候 其實你看我剛剛貼進來之後 有沒有發現我右手邊已經多很多葉出來了 我換到正常 有沒有發現 有沒有發現 內容都做好了 你有看進嗎 如果你是有事先準備好的那種 那你用這個方法 這檢報真的快很多 但是呢 我這樣推進來 可能是怎麼樣 欸,這個投影院某件事 可能是屬於什麼 撿到招要出去裡面 次向啊 那怎麼辦呢 你在大當模式裡面 就告訴他 這個 這裡 這裡 我就告訴他 你往下 有沒有降級 降級 你降級 不要那麼多 你再來看正常的 有沒有在裡面呢 這樣你了解意思了吧 雖然其實我的內容就可以很快地把它做好 就像你先留了大案的內容之後 我就可以很輕鬆的做 那當然你在拋一拋裡面 你可以直接把握 握的檔的單子 直接握進去就全部做好 意思是一樣的 好意思是一樣的 所以你透過這個單子 你在大當裡面 就可以像這樣去做處理 比如說這個也是屬於他的 你就往下 好 降級 這個降級 他就變成他的內容 這樣OK啦 不過呢 我會比較建議 如果可以的話 你知道為什麼 我剛剛要一直往後退才會看得到這裡嗎 我前面不是還有一個這個東西嗎 因為呢 老師在扣資料的時候 這個時候 握的裡面扣 從網頁裡面扣 請問 你會不會不小心扣到它的格式 其實有時候 你推進來的時候 很難過 對 要去掉很多國事 對不對 所以很多老師的做法會怎麼樣 打開 那個叫做 文字 那個叫什麼 成人鎮量撒退的 這個記事本 對不對 先在這裡 灘燙過濾一下 變成人鎮之後 都貼到外面去 都撿到裡面 這樣是比較乾淨 對 這是一種方法 可是呢 我們這邊接下來是一個小原題 就是這樣 加長版的 簡潔簿 這不用安裝 好 那您可以看到這裡 我剛剛有偷偷執行 我剛剛曾經做過的內容 你們有沒有發現都在裡面 有沒有 我之前 來的時候已經先執行了 你看 我扣過的檔案也在 請問老師會用檔案展展做哪些事情 扣檔案 扣文字 扣圖片 大概是拖過來這些東西 所以你看 我們在這裡有問過什麼 檔案的 文字的 還有 圖片的 我看一下 沒有扣到圖片 隨便扣一張 好這裡按右鍵 複製 複製還有之後 你來這邊看一下 有沒有在這裡 有沒有一張圖片 對不對 那這些呢 你就得重複拿出來用 就比較簡單 那這裡上面哪邊呢 請各位老師找看看 您找到一槽裡面 點進去 DIPTO 就是這個 這裡面有兩個版本 它明明是要用32元還是64元 4元 如果你的法度清楚 請用32元 因為都可以用 所以你就用32元點進去之後 直接執行就好了 那麼 老師回家執行之後 只要做一件事情 因為這種事情 要在開機的時候就要做 它會幫你收集 當你想到要做的時候才按 那就拿出擠 對不對 所以呢 你執行的時候 請在這邊上面按右鍵 它會給它當中文 好 有沒有一個叫啟動詞開啟 你就做這個動作就好了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子之後呢 今天如果沒有call文字 你看我剛剛call那個Word的檔案 進來的時候 是不是國事會才跑掉對不對 好 我最後把它先清掉 我把它全部選起來清掉 你看 一樣的內容 我來這邊就是這個 對不對 我按右鍵 如果你要直接貼上 你可以點哪下就貼上了 可是我按右鍵 有沒有貼上全文字 這樣你就不用到那個紀事本去過例 我這這邊就解決了 點進去 有沒有全部貼上來了 對不對 這樣就全部貼上來了 你了解意思嗎 那如果你有發現 這裡面的 這個 有些東西我不要 怎麼辦 你也可以直接在裡面 你看 我可以直接在裡面 點一下 假設這個內容我覺得有意見 我剛剛可能call太多 沒關係 按右鍵 我可以直接編輯裡面的內容 有沒有 你看 內容有邊角 再貼過來就好了 這樣子就更好 對不對 比如說你看 我就發現 這邊怎麼會多call出來的 不要 這裡也會不要 這樣當然你貼進來 是不是就不會有這些東西 我用第一個就好了 忘了你做太多 OK 我就把存起來 好了 現在呢 我重新就貼上來了 有 等一下 這裡 把它貼進來 按右鍵一樣 存文字就好 你看上面這個字就沒有 那些東西了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好 這個呢 可以幫助我們就是 老清明在剪貼一些資料 收集這個過程裡面 難免會複製到一些格式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用這樣把它清掉 這樣你在最後會比較快 看一下 我剛剛把剪貼做的那種編輯過之後 這些 假設這些是不是都是我的什麼 試表題對不對 你不用像我剛剛一樣 我剛剛不是示範給他一個一個做 你真正要比較多的 你可以全部選起來 告訴他 你們怎麼 這樣會比較近嗎 這樣是不是都進來 了解 不要像我傻傻的 幫傻傻的這樣一個一個做 請快一點做 好 不然他會有效率嗎 ok